又为三十八愿愿 故中天人 余得衣服 随念皆知 如福所在 印法妙福 自然在身 前面是讲吃的 你需要饮食 这里就需要穿的 不需要裁缝 不需要去购物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这些商店 也没有餐馆 也没有背后公司 要想什么东西 东西就来了 自然就来了 你说想的衣服 随念皆知 衣服已经穿在身上了 如同佛所赞叹 印法妙福 印法怎么讲呢 横顺众生 你在教化众生的时候 这个地区的众生 他们是什么样的衣着 什么样的礼服 你跟他穿的是一样的 这妙 妙在什么 这个衣服不需要裁缝 这就妙了 自然在身 油球 裁缝 导软 这是将衣服 缝制 我们的衣服 还需要量身体 还需要去选布料 挺麻烦的 西方世界 不但不需要裁缝 连洗浊都不要 他不需要 他衣服干净 一尘不染 永远不需要 去洗衣服 我们今天讲换洗 西方世界没有换洗 这个习惯 不但是衣服 所有一切法 他都没有改变 所以他叫一针法剑 也就是说 他那个世界 只有心性 没有舍变 他没事了 像法相中上说 极乐世界的居民 同居土 烦恼没断 方便土 断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没断 只有舍暴土 完全断干净了 专八十 陈丝制 所以是 只有 新鲜 没有舍变 但是 他同居土 跟方便土 也没有舍变 这个太殊胜了 就太不可思议 这是 弥陀本院的价值 舍放世界 祝福 四图里头 没有啊 一切 祝福 插土 上面 粘土是相同的 长济光 跟舍暴土 相同的 下面是 方便土 跟同居土 不一样啊 那是什么 那是 八十 五十页 新所变出来的啊 识变的 凡是识变的 全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我们读到这段经文 真正明了之后 对西方极乐世界 自然 你就产生 向往之心了 这个世界多好 对西方极乐世界